八分钟带你看完科幻神作三体 故事呢要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说起 那个时候美苏争霸呀 太空竞赛搞得是如火如荼 中国不甘失落也搞了一个红岸工程 女主角叶文杰作为一个物理学家 也参与了这个计划 进去后才发现 原来这竟然是一个寻找外星人的项目 但是当时的设备发射功率太低 外星人可能听不到 天才般的叶文杰 便想到了利用太阳当宇宙喇叭 向地球之外悄悄地发射了一个消息 八年后他真的收到了一个叫三体人的信息 但是只有三句相同的话 不要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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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文杰想你不让我回答 那我就偏要回答 当时那个特殊的年代 叶文杰的父亲被打死 自己也多次被陷害利用 他早就对人类社会感到无比的失望 于是就回了信息 意思是猪啊 快来拯救地球吧 三体人表示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大发慈悲把你们消灭了吧 很快他们就派出了战舰 但是得等到四百年后才能到达 他们先发射了两个质子 质子呢 是一种实微的单个物理例子 在低微展开后可以刻上电路 三体人将它改造成为了一个智能机器人 用来监视地球人和所死地球科技 而地球也有很多愤青他们组成了一个ETO组织 准备迎接三体人的大家光临 他们的口号是消灭人类暴政 世界属于三体 并且他们创造了一个三体的虚拟游戏 用来给自己的组织增加成员 还在一艘叫审判号的大船上成立了第二个红岸基地 叶文杰理所当然的成为了ETO的教主 但是他们很快就被联合国发现了 联合国设计了一个陷阱 用纳米斯将审判号切成了无数片 里面的二五仔全部都切成了数捷 联合国也缴获了大量的资料 人类的高层一下子就吓坏了 原来有一个超级文明准备侵略我们 这个时候三体人表示 我不演了 我摊牌了 他们用质子给地球发了个友好的问候 你们是虫子 言下之意是 我一个小指头都可以碾死你 人类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羞辱 虫子怎么了 虫子就不配生存吗 旁边党居万一把轮胎扎破了呢 很快人类也发现了三体人并非没有弱点 我们接着说 三体人虽然科技碾压了人类 但是他们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那就是思维是透明的 从来都不会撒谎 人类就准备玩鹰的了 联合国通过了一个面壁法案 从世界上选了四个人 这四个人制定对抗三体人的侵略计划 但是这个计划不能被任何人知道 只藏在他们的脑子里 第一个人是美国国防部部长 第二个是委内瑞拉的总统 第三个人是英国的科学家 第四个人就奇葩了 他是一个中国的渣男 等等 你是不是也认为搞错了 其实并没有错 这个叫逻辑的人确实是个渣男 拿自己大学教授的头衔 天天哄美女睡觉 结果有一天 其中一个和他睡觉的女孩 在他的面前被车撞死了 然后他就一脸懵逼的被抓到了联合国 联合国把他选为面壁者 是因为三体人唯一想杀的一个地球人 就是他 原来那辆车要撞的其实是他 但是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 以前他是研究社会学的 实在混不下去了 又去研究了天文学 他有一个同学叫杨东 因为三体锁死了地球科技 就绝望的自杀了 他去祭奠杨东的时候 遇到了他的母亲 没想到他的母亲 居然是ETO的教主 叶文杰 叶文杰说 我看你骨骼清晰 思路敏捷 是研究宇宙社会学的奇才 于是就传授给了他两个秘诀 也就是宇宙文明的两个生存法则 第一 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 第二 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 但是宇宙中的物质总量是保持不变的 还赠送了两个词 猜疑链和技术爆炸 罗继当时还是一脸懵逼的 于是干脆就不想了 成为面壁人后 他首先让联合国给自己发了一个 肤白貌美的老婆 这个老婆居然和他幻想中的美女 是一模一样的 两人在瑞典住着几千万的大豪宅 过起了没收没造的小日子 没多久 孩子都能走路了 联合国实在是忍不了了 于是 把他的老婆和孩子给没收了 然后对他说 现在赶紧给我干活 全世界几十亿人还等着你去救呢 他终于开始冥思苦想了 突然有一天 他居然雾出来 三体中的最强武器是宇宙规律 罗继的老婆和小孩被联合国没收了以后 有一天他在冰湖上散步 结果一不小心掉进了冰窟 在生离死的一瞬间 头顶的星空扭曲了 他突然太悟了 隐隐约约的找到了宇宙文明的真相 于是他让天文台像地球之外发射了一颗恒星的位置 他很神秘的说这是一个诅咒 然后他就去冬眠了 表示如果那颗恒星有了什么变化在叫醒他 180年后 罗继醒来 世界已经发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个时代的人类非常膨胀 他们有信心打赢三体人 虽然物理学的发展完全停滞了 但是应用科学却发展到了极致 人类建造的太空战舰都可以达到光速的10%了 刚好这个时候三体人探测器水滴来了 人类瞬间被水滴美丽的外形迷惑住了 心想这也许是三体人送的礼物 为了展现地球的实力 他们派出了所有的战舰去拦截水滴 他们发现这玩意儿居然能够违反宇宙物理规律 它比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硬 而且还无法破坏 随后水滴突然加速 用碰撞这种最野蛮的方式 一下子将所有人类的战舰几乎全部撞碎 最后只有寥寥的几艘跑了回来 正当人类全面陷入绝望的时候 有人发现逻辑诅咒的那颗恒星被摧毁了 瞬间逻辑就变成了救世主 原来宇宙就是一片黑暗的森林 所有的文明都像是拿着枪的猎人 大家平时都是隐藏起来的 谁冒头谁就会被其他的文明干掉 总之就是先下手围墙 原因就是因为那两条法则 文明需要生存和扩张 但宇宙的资源是有限的 扩张到最后就会资源不足 开始互相抢夺 总之整个宇宙陷入了内卷 罗继选择和三体人直接摊牌 他制作了一个摇篮装置 威胁三体人 只要是他的生命体征消失 这个装置就可以对宇宙 发射三体人母星的位置 其他的文明就会消灭三体星 三体人一下子就怂了 变得像狗一样的听话 人类要啥给啥 罗继成为了直舰人 他手里面握着一个开关 一按下两个文明都会死 不久后人们觉得他像个独裁者 生怕他哪一天不小心手滑就按了 大家一致同意换个直舰人 此刻一个带着圣母光环的女人成功竞选 结果三体人立马就发动了攻击 圣母下的花容失色 赶紧把开关扔掉了 那三体人是否能够入侵成功 人类的命运又会如何 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我 下期视频再见